大家好,我是魚蛋 我是花之丸 上集介紹的青苑古龍盒你們看了沒有? 動靜嘉儀也都適合男女老少 今集繼續回美食之旅剩下的行程 看看玩完之後有什麼吃 之後看看東莞的一家五星級酒店的Room Tour 以及是他提供的晚市鋪飛多不多食 記得點了讚好訂閱 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站就出發去食法挑唱 提回用餐的餐廳 又是這間年年順景酒家 幸好食的每餐主題都不同 馬上來看看有什麼食 先來的是有麥魚餅和粟米餅 麥魚餅的肉質爽滑蛋 相反這個粟米餅的粟米粒就不太多 麵粉的比例太多 所以就不太好吃 之後來了一個馬拉糕 好香椰汁味 不錯不錯 還來了一個湯 應該是普通的雞湯來的 材料就不算好多 勝在就貼身地隔了一層油 清清地為接下來的主角出場之前 讓大家撞嘴巴 嘩 嘩 話口未完佛跳場 粉脈登場 只要碟的尺寸 都首先震懾了大家的認知 滿滿都是上等的食材 接下來增加你口水的分泌 什麼鮑魚啊 海參啊 鴨掌 裸片 冬菇 看一看孔蝶的小姐 強勁的臂彎才能不能動這麼強勁的珍寶 不過畫面太美觀 就不拍給你們看 怎樣也好 說多無謂 起快啦 海參鮑魚率先成為秒實的對象 立即試一口海參 是不是真東西來的 是不是好貨就不懂分 反正就不多入味 反而鮑魚有多有水準 喵喵彈彈又夠大隻 再試一口包片 吸收包汁淘油汁 一口一享受 鴨掌方面又不覺不實 換成鵝掌才值得鼓掌 比如冬菇呀 魚蛋呀雞呀那些都正常 這餐整體都頗不錯 吃飽飽又回酒店休養一下身色 來到東莞的東方銀座國際酒店 美食之旅就寫是五星酒店來的 不過葵程就寫是四星酒店 無所謂啦 反正入到門面都是事事正正 空間感十足好闊 立即看房間狀況先 首先經過圓關的位置會有個茶水巾 再看看寵室正常中型的尺寸 但都足夠兩張單人床三邊落床 有一部入場大電視 另外有張辦公桌 整體都頗簡潔 連窗台鋪的cusion位 三幾個朋友過來出一下水 都是有位置的 哈哈哈哈 望出去走廊位有個雪櫃仔 旁邊有個衣櫃 下面還有個夾蠻 還有個磅 警告你晚餐不要吃那麼多 哈哈哈哈 警官方面視野都好開揚 最後望一望廁所都幾乾淨 一次性用品齊全 沒什麼毛病 稍作休息之後 又是吃晚餐蒲菲的時間 比較奇怪 我們就被人安排了一個大廳 坐圓桌吃 是酒店蒲菲來算 我們都真的第一次試的 補團的時候 寫明每天會奉送人君一個小米扣療心 不過來到的時候就變成小米扣鮑魚 不過加了南瓜進去 煮甜甜的 挺好吃 好 終於可以看看 外面的泡芙有什麼吃 先來有大廚即製的煎魚 另外前面還有一些燒油魚柱 煎魚又煎得挺脆口 其餘有些熟食區 味道就不過不失就不多說 大家看看畫面 海鮮類都不算很多 中式企業就有蒜蓉粉絲扇貝 日式方面刺身就有幾款 三文魚 欺凌魚 魷魚不寄過 質素就普普通通 除了這個魷魚 口感新鮮爽蛋 必食的 其中有凍蝦 凍青口等等 不算很大隻 但是又新鮮 再看一看涼盆這邊 甜品款式不多 不過味道還不錯 哈哈哈哈 整體如果說是五星酒店的晚餐鋪飛就略為失望 看回酒店已經是2017年開業的 房間設施等保養就合乎預期 但是餐飲方面就比較失色了 再看看酒店的設施 有洗衣房 乒乒球室 旗牌式 也就是麻雀房 和兩間的卡拉OK房 這間是比較小的那間 有氣氛燈 整個氣氛都不錯的 至於這間是大房 已經幫大家試過咪的了 江湖都好齊全 哈哈哈哈 再看一看專門 相對就比較小 不過我們來那晚都沒什麼人 包了場 乒乒球有兩張台 奧運再職配合一下 立即做一場男雙女雙大戰線 哈哈哈哈 玩到身碎身汗 最好就過隔壁洗衣服 哈哈哈哈 除了有幾奧洗衣機之外 乾衣機都準備了給你 好了 順便拍下午下午的泡妃有什麼吃 同樣地吃方面 絕對是這間酒店需要改善的地方 種類就比較少 倒是一些基本食物 不過到了11點多 就夠時間checkout去吃第二餐 可以早餐不夠把也不要緊 最後一餐我們又過回來吃遺餐 看看有什麼食物 肉餅 超好吃的蒸豆腐 check out新鮮 中型size 緊著主角來吧 荔枝柴燒鵝 煮得很好吃 皮脆肉嫩 拌上燒鵝汁送飯 嗯 幸福總是來得多麼簡單 然後又是每次遺餐都有的雞 果然是無雞不成煙 餐餐都出現 還有味道 開邊蒸魚 大大碟 稍微多了一點 還有是炒西芹 還有炒油麥菜 最後一鍋 沒有什麼湯渣 不知是什麼來的湯水 煮得很好吃啊 這餐 還有啊 吃到最後我們自己再付費 叫了個雙皮奶和薑汁壯奶 有多夠薑啊 都推介的 吃飽了去到最後的景點 就是在東莞的重山湖風景區 貴為4A級別 但來到實在有點普通 真實的感受就是一個很大 比正常美少少的公園 普適這個團逗留的時間不多 不是租駕單車圍著湖邊踩下都很放鬆 不過重點都不是這樣 這個公園的隔壁正正是華為的總部 斥資了100億打造的歐綠色夢幻小鎮 我們絕對懷疑這個4A級 是偷了隔壁的光而得來的 哈哈哈哈 可惜是華為內部員工才可以進去 我們只可以遠觀而不可享用而 唯有鋪幾張相片給大家網回止渴啦 哈哈哈哈 我們的美食之旅就玩到這裏了 下集教大家用絕望驚喜駕 由深圳去到廣州 那究竟去到廣州有什麼可以做? 有什麼Fusion的網紅菜是沒有吃到最哭三聲的呢? 你又知不知道 哪個樂拳刺激玩命的程度 是知名世界那麼厲害的呢? 記得訂閱、讚好、別走開呀 下集廣州之旅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喜歡這條片記得按LIKE、SHARE和訂閱 拜拜